中非合作伙伴关系 乌干达的国旗 乌干达的国宝叫黄冠鸟 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 跟刘海玲老师上第一节课 给我名字取的 第一次认识钟老师 当时他跟我握手着说 奋发有为 王小娟老师第一次跟他见面 让我了解中国的历史 康康老师是一个良师义友的人 我的家乡 东非研究者 孔子学院给了我们平台学习汉语 第一节课跟普老师 让我理解浪漫诗歌 非洲地图 乌干达地图 盐湖在卡赛赛区 普老师最喜欢的乌干达菜叫chips 普老师最喜欢的乌干达景点 和野生动物 麦克雷雷大学中文老师 玩得特别开心 还合影 开心极了 乌干达岩地区 乌干达天空特别美 瀑布的上面有彩虹 陈老师在拍照着 观看着远方的长颈鹿 陈老师在麦克雷雷大学 跟乌干达学生 乌干达人对中国人很热情 陈老师在乌干达赤道县 陈老师和学生合影 特别开心 做得好作业 乌干达传统音乐艺术团 欢迎中国人 乌干达的红薯 乌干达的豆子 乌干达的茄子 乌干达香蕉 也可以作为香蕉饭 乌干达主食 白薯和牛油果 豆子和玉米 乌干达豆子 王老师在旋转餐厅 乌干达 穆奇森国家公园 王老师在乌干达赤道县 草房子在宫里 还有漂亮的大象图片 都代表乌干达的野生动物植物园 王老师玩得特别开心 穆奇森国家森林公园 瀑布 瀑布 垃圾鸟 尼罗河流水 林涛老师在尼罗河的源头 在乌干达 林涛老师在赤道县 老师在骑乌干达马 尼罗河 公园里 远方的野生动物 乌干达羚羊 尼罗河桥梁很长 而且很漂亮 田地 梯田 玉米 牛 大象 斑马 大猩猩 犀牛 狮子 长颈鹿 羚羊 乌干达科技发达了一些 迈克雷雷大学大楼 教育 基普罗蒂奇在马拉松比赛 打破了世界纪录 踢足球 技术 技术 医院 坎帕拉首都是一个繁华的首都 美丽的首都 迈克雷雷大学是一个最好的大学 乌干达传统乐器 乌干达迈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夏院长跟大使和乌干达中文学生合影 夏院长 迈克雷雷孔院院长和迈克雷雷大学院长 大使 鲁阳子理工学院院长合影 这个代表乌干达和中国关系特别好 中国和乌干达合作 乌干达飞机 温德培机场 乌干达舞蹈 大非洲鼓 乌干达的西部舞蹈 乌干达传统乐器 卡鲁马水电站 拖拉机 美丽的首都 石油钻机 石油探索 乌干达制作的电公交车叫KO来